這樣子嗎 來看到五度的選戰現在才剛剛開打 台北市藍綠兩檔的參選人 就各自在文宣上較勁了 好羅賓這次是一生的足球進裝 而且他還輸了一個貝克漢的髮型 來為了即將要登場的士族賽拍廣告 而民進黨的蘇貞昌是特地抱著孫女 那麼來拍宣傳的訂裝照 主打的是溫情親情牌 來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運動服小短褲 對手蘇貞昌上個星期才秀完橄欖球的好身手 好龍兵哪能輸 換上進裝要為士族賽拍廣告暖身宣傳 平平笑場又NG 蔣市政還可以 但是拍廣告背台詞 短短兩句話 好市長羅斯吃不停 總算大功告成 投票好龍兵還得意揚揚指導一旁的中華電信董事長呂學景 怎麼擺姿勢 怎麼對著鏡頭笑 不過眼尖的市民一定有發現 市長造型好像又變年輕了 之前才為士博台北館 請好友Roger來打理服裝 現在拍士族賽廣告又有專業團隊隨時幫忙settle補裝 還刻意抓頭髮塑造出足球金童貝克漢的feel 不過造型實在是太一樣了 有些不習慣出了片場 好龍兵立刻甩頭變回原本模樣 那同一時間對手蘇貞昌也敢拍選舉定裝罩 主打溫馨親情牌 蘇貞昌抱著孫女掃馬刻意穿上祖孫裝 笑得很滿足 陪著阿公跑選舉 鏡頭前的小勺馬也跟著拍拍手 好像幫忙在喝彩 秋秋秋 台北市長定裝罩搶先曝光 拋開過去既定的嚴肅模式 藍綠陣營文宣攻防戰 好蘇這回有志一同 要跟年輕族群打成一片 這是專輯朱雞尾 台北采訪報道